Hello,大家好,我是小思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清代茶室 那这个清代茶室中呢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乾隆的三清茶 乾隆呢,喜欢与众大臣一起摆设酒宴 宴请诸位大臣的方式呢 与前清官的不同 而是别出心裁的不设酒宴 而是用配置的三清茶来款待各位大臣 所谓三清茶就是用松石、梅花、佛手 三种物品煮开茶 但并不放茶叶或者是奶茶 而是用茶的基底来冲泡 乾隆皇帝呢,曾得意的标榜过 在三清茶室中谈及 用血水来浇梅花、松石、佛手 名曰三清 松石呢,就是松果中的子肉 可以命令弓箭从育苑之中百年的古老松树上采集 梅花一定要是白梅或者是辣梅 根据当时北京的气候 恰好是在新年正月时 汉包玉放的梅花 佛手、果实鲜黄色、香气浓郁 有礼器和味的药效 为广东南方一带以及藩国 进宫宫廷的礼品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三清茶的制作方法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思 这是我们茶室系列的第四期 看我今天的穿着 大家都知道我们整个茶室系列都是 我穿什么就代表是什么朝代 那我今天穿这个呢,是清代汉女的一个装束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清代茶室 我们很熟悉的阿汤了 大家好,我是阿汤 这一次呢我们是做的一个清代的茶室 那说到清代的茶室呢 其实在清代时期最有名的一个茶 就是三清茶宴了 清茶,好像是不是在如意传里面有听到过这个 有,那个呢就是乾隆皇帝所做的一个茶宴 那我们今天的三清茶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福寿茶 福寿,福寿安康那个福寿 对对对,当时呢是乾隆皇帝用来招待他的一些老臣的 所以他每年在清明节的时候呢 就会办这样的茶宴 马上不是清明了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一套茶帝会比较应景一点 是的,它也是一个时令的茶帝 对 那它叫三清,那它里面包含一些什么呢 它三清呢主要是以当时的一个 以龙井的绿茶来做一个基底 然后在这个茶汤里面呢 加入一个佛手,白梅,还有就是松仁 佛手,白梅,松仁 可是其实到清明节的时候已经没有白梅了 我们用的是白梅干 那个时期呢它会,其实到清明的时候 他们会收集,宫廷里会收集一些 然后做成了白梅花苞,那种花苞嘛 干花一样的形式 把它香气留住 那这一套茶帝的设计呢 其实还是比较有名的 对,会很配 所以当时呢是 其实是以三清茶的一个主题来做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三清茶的一个 配料 然后它是佛手 这个是已经泡过的佛手干 这个是已经把它泡开的 那取的是佛手的清香 然后呢白梅的清裂 然后松子的清甜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白梅 这很可爱 好小一个 刚刚我重新筛选过 然后呢它这个呢统称为三清 然后是一个龙井的绿茶基底 对对对 那今天的龙井呢是也是雨前龙井 这个也是来的比较早的一批 这个罐子呢是其实就是古代时期 其实最高级的一个茶叶罐就是锡罐 这是一个纯锡的一个罐子 可以闻到里面龙井茶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龙井茶还是非常的鲜绿的 对给大家看一下特性 龙井呢是分雨前和明前是比较贵的 对 那所以其实如果它是清明前的话 这种明前会更好 它是必须要是清明前的茶 因为清明前的茶的话呢 它整体的一个风味会好很多 对 明显就是清明过后采出来的茶呢 就没有像这么的浓郁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这个三清茶是怎么做的 好的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温气 把我们所有的气局呢都要温一遍 清代时期呢就已经开始用紫砂壶了 但今天这个紫砂壶的用处呢 和我们可能现在的用处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对 然后这个水呢倒进去之后呢 不要立马废掉 然后呢就把它的那个 我们现在就是把气全部温在里面 保持它杯子里面呢是有温度的 那这个作用呢是为了给那个 就是说如果是冷杯下水的话呢 它杯子上会有新味 所以有的时候你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你用冷杯接热水喝的时候 觉得怎么那么新啊 是我会觉得是我杯子有没有洗干净 或我水是不是有问题 对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的 其实就是因为热水进了冷杯里面 所以它才会这样 那温完气之后呢 我们先把茶叶拿出来 那今天的这把紫砂壶呢 放在这边呢 为什么说不一样呢 因为是把它当公道杯所使用的 哦我们今天是没有公杯的 对没有公道杯的 然后这个壶呢已经温好之后呢 就放边上 然后呢其实在那个时期呢 是怎么泡茶的呢 它就是这种大一点的 稍微大一点的壶对吧 把它那个水煮开之后 然后呢就放到这边 然后再把这个茶叶直接投进去 溶出来的水 然后倒到这里 那也可以直接这里面的水直接冲 但是这样的话会让它的滋味呢 可能喝上去会比较的淡 要那么浓郁 对就是第一冲可能是淡的 第二冲浓一点 第三冲又浓 它的滋味就是没有那么的均衡 所以今天呢用这把紫砂来 作为一个那个嘛 用来冲泡器 对 那那个时期呢 因为其实当时呢也是已经有盖碗了 但是当时的盖碗并不是用来做泡茶器的 而是用来做饮茶器的 对 那那个时候泡茶的话 还是以紫砂器为主 所以紫砂器呢 从明代开始 就我们说的明代开始嘛 其实就是可以泡绿茶的 对 它一直可以泡绿茶 然后呢就把茶叶投进去 静止一会儿就可以了 那这段时间我们干点什么呢 这个静止要静止多久 静止大概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温水的杯子 把它倒掉 里面的废水全部倒掉 然后呢 加入这个三清的配料 对 然后我就放到你那边去了 好的 然后你来加配料好不好 好的 一叠一叠的加 我已经封成一小叠一小叠了 加完料之后呢 就把它盖起来 保持它里面的温度 其实这个时候 做这个茶的一个事情 还是蛮好玩的两个人 对 它是一个左右手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 盖子盖好 来 还有一叠 放进去 等你放好之后呢 差不多就可以把这个茶汤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茶的味道 我现在大概能够想见 应该是一个比较清的味道 比较清爽的味道 有没有闻到龙井茶的香气呢 嗯 是吧 开始出来了 但其实很少有绿茶会用来煮 我们大多数都是直接冲的 它可能煮了味道会更鲜浓一点 因为 这个不是煮 呃 温 其实就是水已经煮开了 其实跟现在的冲泡法其实是一样的 水开了 只不过呢 那个时期呢 它只是把这个水冲了 就在紫砂湖里面再次冲泡 嗯 那因为今天我们呢 是冲三碗 嗯 所以呢 如果是没有 没有利用公道杯的情况下 那可能第一冲第二冲第三冲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嗯 那直接把紫砂湖 嘴放到紫砂湖里煮开 煮开之后 然后把它一投进去之后呢 它可以保持它的那个味道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 是比较一致性的 对对对 其实一个原因是因为盖碗比较大 对 所以它水量不一定够 所以直接放到这个冲泡器里面 有闻到龙井的香气吗 有 是那种鲜香味 对 很鲜爽的味道 那我觉得它泡出来的时候 应该颜色也很漂亮 是的 那我们把水放到这个紫砂湖里面 就盖好就可以了 因为它不会再释出了嘛 茶叶和水已经分离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冲茶汤了 来把你那边的鲜窗 第一杯 对 盖子拿下来 就是 桌面还是有点拥挤 就是 还是每一次都是要把它冲 就是放的稍微有规整一点 那我们就开始冲茶了 有没有闻到香气了 它整个色泽是有点点淡黄色 对 把它盖上盖子 你看 看梅花的反应 它在慢慢的盛开 对 盛开这个词可以 就给它放到凤茶盘上 对 凤茶盘里 那如果在那个时期呢 它就会放到凤茶盘里面 然后呢 是给皇帝给那个 大臣们 享用 对 第二杯 第三杯就在这儿吧 那它的温度呢 就是如果等到给大臣他们喝 会不会温度下降 没有那么好喝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防止它 就是茶汤的温度呢 会降低 所以呢 那个时候就发明了这个盖碗 因为它有一个盖子 其实最早时期 没有盖碗之前 都是很大的那种 广口的那种碗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那个文物 对 其实它这个温度 也是比一般茶的温度 要来得高的 所以它可能维持时间 会更长一点 对 那像今天的这一个呢 是为什么要有这个 比如说我放到紫砂湖里去 然后水放完之后 然后再到这里 然后而且我 你可以看到 刚刚都是高窗的办法 那是因为茶叶的受热温度 和花的受热温度 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杯子 可以好好的品鉴一下 好的 对 就是我觉得它有点烫 拿底部 这个是很清代的一个杯子 它其实在清代时期 还没有下面的一个 真的很漂亮 对 它那个梅花的那种 整体盛开的感觉 是这样子 你拿这样拿底部 对 这样拿着底部就可以了 或者是呢 就那个时期 就这样子拿也可以 都可以 我从来没想过 松子可以放在茶里面 它其实真的是有一股 非常奇特的香气 现在的香气就闻上去 就是白梅的那种 清裂的那种香气 梅花用来配茶 确实很有感觉 对 那不能用直接的热水去冲它 就很多人 现在好多做三星茶的 都是喜欢把茶叶啊 这一堆全部放在一起 整体呢 是比较清甜的 然后它有绿茶的鲜味 然后同时呢 又有佛手的清香 然后梅花的凛冽感 它比新鲜梅花来讲 会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它还是有存在的 我觉得等梅花 已经泄了的季节啊 能够闻到这股梅香 然后去尝到这股梅花的滋味 已经很难得了 对 那其实你这样喝是有点 错误的吗 因为要这么拖着是吗 其实它就是 你看清代时期 它没有下面那个拖的 清代的时候没有拖的 到后期才有 所以呢 它下面这个足 你看是不是特别的高 对特别的高 就是为了让你 就是这样拿着 你可以这样拿着 也可以这样 一个手指底在里面 然后这样捏着也可以 然后呢 然后呢 你这个盖子 不能拿掉 这个盖子是用来绿茶 喂不能发出这种 叮叮叮叮叮叮叮的声音 还不能发出 对 其实就是把它噎一下 你看 就像这个样子 然后你再喝 我觉得我的手会碰到我的鼻子 就这个姿势有点不是很科学 对 那真正的正儿八经的来说的话 它的那个姿势 其实是非常不雅的 你要看吗 我 你要吗 你们想看吗 对 其实真正的姿势 是这样子喝的 看着啊 这里 拿着上面 拿着下面 文人也会这么喝吗 其实有讲过 他当时是怎么用的 对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 他讲过 当时的盖碗是怎么拿 其实就是这么拿的 拿了然后自己 那真的会 手指整个底在鼻子那边 对 我吃到一颗松子 怎么样 挺好喝的 我觉得就是 若是我觉得 我还是不会这么拿 对 你还是就是像 像很那个的 你就拿着底部 然后拿着这里 对 优雅的 不能发出声音 优雅的 优雅的 对 隔开它里面的东西 然后喝 其实也隔不了 刚刚吃到了 佛手 佛手是吗 佛手还是比较那个的 小起来挺不错的 就那种清新感 就是你吃橙子皮的感觉 它就是那种清香的一种感觉 我们以前看电视剧 都会人家拿着那个碗 老爷都会这样 这样花两下 然后把这个盖子拿走 然后在那边喝 对 其实这个有点错误 它这个花两下 起不到任何的过滤的效果 好了 我们今天的清代茶室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会讲什么呢 下一期呢 我们的唐宋明清 已经结束了 下一期呢 就会到 民国时期 到底怎么喝茶 是的 而且下一期 我们的茶会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会讲到外销 是不是 会讲到出口 讲到一些整个中国的 不止中国甚至国外的一些 茶叶 和其他的这些历史版图 会非常有趣 然后大家多多关注 好了 我是小思 我是阿汤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请持续关注我们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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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